我要去符合這個世界的一致性 的過程當中 我們其實把自己已經弄到有一點變形了 不同生命的階段的時候 會體會到這件事情 然後會想要將自己還原回來 記得自己模樣 從哪裡來 怎麼成大 台灣進入三級警戒的時候 我就花了很多的時間 就是跟自己相處 非常非常寧靜的時刻 然後跟自己很靠近的感覺 這當然也是我這張專輯 就是給你們這張專輯 我一直很想要跟大家提的一個主題 就是還原 每個人都是獨特的 你有這邊的特質 我有那邊的特質 你有那邊的天分 我有這邊的天分 我很深刻地感受到 我剛剛有講我自己是一個左撇子 我為什麼要改成右手 我們要符合社會使用 左右手的方式要一致的 那個一致性 所以當你要變成回到自己的時候 它是一個很大的冒險 甚至你會有一些不安全感 因為那個制約 已經變成的是某一種安全感 我以前很不會跟自己相處 其實通通都是有關係的 所以我怎麼樣去變成 我不去過度地批評自己 對 我覺得這件事情太重要了 那天的花天是世界末日 我們一個人其實是非常無聊的 雖然也可以很豐富 可是呢 當你有不同的生命的能量 跟你撞擊的時候 它所勾斂出的一個完整的狀態 是很不一樣的 大家就買了同一個便當 外賣回家吃 然後大家視訊一起 我覺得我們一定要有很多個小圈圈 小團體 你知道尤其在疫情期間 我們深深深感受到這些小團體 存在是必要 如果沒有你們 我是一個老神 給你們除了大家感受到的友情之外 我其實第一次看到徐麗婷寫出來的詞 她直接講如果沒有你們 我是一個沒有從前的老人 就是第一次 我們把老人這樣子的一個字眼 放在歌詞 好直接喔 可是後來我覺得 很好欸 就是因為大家都很怕 可是老這件事情 其實它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啊 忘了說 什麼 謝謝你們陪我老 很多人看到的MV 看到最後的這句話就爆哭 我覺得那個爆哭並不是傷心 而是溫暖 然後會想要珍惜 很多人私訊我說 他們常反覆聽這首歌 然後一直哭 然後去思念他們生命中的阿峰 2020年到2021年 我覺得整個世界都進入一個很不一樣的氛圍 因為每個人都在無時無刻的去面對無常 沒有一個時候是全世界的人類 都在同時面對這件事情 阿峰這首歌其實當時我們也不是因為疫情寫的 只是我覺得這首歌因為放在這個時代 這個這一年 所以它產生了某種特別的意義 沒有機會去釋放的思念 可以透過一首歌將它釋放出來 我覺得這是這首歌蠻好的功能 回憶過去 痛哭的相思忘不了 去年是我進入這個歌唱圈30年 第一個10年就是我唱了很多的戲劇的歌曲 很多的情歌 大概有8年的時間我沒有出唱片 然後我比如說我演戲我主持 然後我接觸了各種不同的領域 到了2010年我再次回到唱片決定 就是第三個10年 那時候我的經紀人跟我說 如果要再出唱片就表示你有話要說 那你要說什麼呢 那個時候我就是希望能夠回到生命的議題 好像開始了生命之歌的第一部曲 我們不要傷心了 第二部曲原來我們都是愛著的 第三部曲一半 第四部曲大概就是這張專輯給你們 你愛過我 我會微笑 讓你走 在1990幾年的時候 有一天我突然發現 我好久沒有在我的生活當中唱歌 很久沒有邊走邊唱歌 邊洗澡邊唱歌 我這麼開心的那個林萬芳跑去哪裡了 我突然發現的時候我超傷心的 我也我不願意唱歌 只變成是一個舞台上的事情 花了一段時間 我必須要去接受自己所有的不完美 我們的老師們叫我們發的聲音 練呼吸的時候要發嗡 我常常都覺得我發的嗡 發的不好 一直到有一天我就突然發現說 No 我並不是要發一個完美的聲音 我是要發一個真實的聲音 而一個當下的真實才能夠構成完整的我 根本沒有所謂的好跟不好這件事 它就只有一個很真實的情況 我知道這一路真的很不容易 從批評自己到可以接受自己 我必須要告訴林萬芳說 你真的是一個超級棒的女孩 謝謝你曾經愛過我 那一定是永恆